男嘉宾小李25岁来自安徽个体 女嘉宾小吴同样25岁也来自安徽 是一名模特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是在一考的补习班上认识的 是吧 对 然后男生为了你 就到你考上的学校去了 是吧 因为他本来高考的分数是比我高 他可以上更好的学校 但是就是他那时候为了追我 就跟我报了同一所大学 就是到大学之后 见到他感觉挺意外的 然后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觉得特别感动 在大学期间就在一起了 大学期间就在一起了 他宅啊 真宅啊 特别宅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人家新六新天啊 都是一块出去去逛个街啊什么的 他就不 他从来都不主动约我 新六新天也都是待在宿舍里面 然后就给我打个电话呀 发发信息之类的 就是有一次 我想吃学校食堂的蛋挞嘛 然后就发信息跟他说了 他就说 嗯好 我给你买 我就想 等会 对啊 我就想着他应该会送过来嘛 但是等了好久好久 还是没有送来 后来我看到我室友回来了 手里拿一盒蛋挞 然后我室友说 是他给我室友打电话了 然后把钱转给我室友 让我室友给我带一盒蛋挞回来 你挺厉害 这个绝对情商高啊 好厉害 室友也搞得定啊 没什么呀 你吃到了对不对 吃到了 但是不是他送呢 我是让他给我买 他让我室友给我带回来 那我还不如直接给我室友打电话了 哥们你真懒 当时我就想 他既然就是说想吃蛋挞 他室友呢 正好也顺道回去 我就是去的话 也上不去 女生寝室 我就说我去了 不是还是白跑一趟 但是他可以送到宿舍楼下呀 送到宿舍楼下 给我打个电话 我不就下去拿了吗 你说 让室友带回来的 跟你亲自送来的 意义肯定不一样呀 女生想的是 我要见的是你 蛋挞是个理由 男生想的 你不就是要吃蛋挞吗 但是你还是真是整合资源的一个高手 那你们出去旅行吗 你们恋爱这么久 我们就出去过一次 他都不愿意出去 那次正好丽江嘛 就是我一直特别想要去的地方 正好趁着假期的时候 我就说让他跟我一块去丽江玩一下 死活都不愿意去 也是被我强拉着硬拽着才去的 去没去吗 反正是去了 但是去了那也没怎么玩 你们去了几天 我们去了三天 但是都没有出去 第一天下午的时候 他说他累了 就不出去了 第二天起来 他就说 他看天气预报了 说今天有雨 不出去 但是那天根本就没有下雨 当天晚上 我确实查第二天有雨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没有做好第二天出去的准备 所以他就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第二天不出去 说我宅 他这个你说第二天 这不出去吧 他说有雨 但是关键是那天他也没下雨 一天时间就浪费了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是最后一天了 我说这总可以出去了吧 然后外面也出着太阳 我得歇一下 要不然我回不去了是吧 他就说太阳太大了 太热 怕晒着了 这是什么理由啊 不出去 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就是说在那个丽江古镇嘛 人家都说去了丽江 到处都是风景 不一定要去某个景点去看 而且我们订的那个火车票呢 还是凌晨的 我就想我们在这周边转着 而且空气还新鲜 转了吗 转了 转了就附近几百米之内 啊 这叫宅吗 我觉得在我界定里面 这叫懒吧 这也太懒了吧 出去玩吧 他不愿意出去 在学校里面 下个楼都不愿意下 我都到他宿舍楼下了 他都不愿意下来 你到他宿舍楼下干嘛 给他送东西啊 他不是上体育课的时候 把那个右胳膊摔伤了吗 学校给他批了半个月的假 他正好更有理由 宅在宿舍里面不用出来了 每天就是订个外卖 然后药也不去换 他就说自己在宿舍就可以换 你看这能宅到什么程度啊 我当时不是 摔伤了吗 然后心情也不好 然后他呢就是说 给我送东西 非让我下去 我又没让他过来 他还每天就是说 给我送东西 整个楼层的人都知道 一到这个点 就有人给我送东西 多好啊 你下去接啊 你看他摔的是胳膊 又不是腿 下个楼他都不愿意下 我都送到宿舍门口了 然后天天搞得 跟个保姆似的 天天定时定点 大学四年怎么就跟他谈过来的呢 反正就是觉得除了这个懒啊宅啊之类的 其他的也还是挺好的 好好好那现在怎么就受不了了呢 现在就是毕业了嘛 毕业生活在一起之后 他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比在学校里面还严重 不是那是网上订快呢 还是他下去买快 肯定是下去买快啊 到小区门口就几分钟的路 然后他还非要从网上去订 他从网上订 一个小时都没送来 这是为什么呀 当时的时候他和我说他是感冒 我就想从网上订 还快捷还方便 那边送货的人说 说一个小时可以到 我说一个小感冒 等一个小时应该没啥问题 你看生病都能等 是不是我要是病死在家里面 他也顶多打个120 估计120来了 他都会不会跟着车一块去医院 这这这 哎呀你这 那你们俩出去看电影什么的吗 我相信一定不看 因为你想生病都不下楼买药的 你们俩肯定不看电影 对不对 一次都没看过 知道那时候有个新电影上 我就说我们就出去看个电影吧 他刚开始还答应得好好的 说休息的时候去 结果到休息了 他就在那 把电脑往我面前一抱 说我在网上给你下载好了 你说谁愿意看电脑上那 又不清楚的 他当时他想看那个电影 我还单本从网上面买了 那个VIP会员给他下载的那部新电影 然后下载好之后 他说看不清 说想看大频的 然后我又从网上面买了一个投影仪 还有那个3D眼镜 咱们家这个墙这么大 用投影仪一打 然后肯定比那个电影院看了还舒服 而且就他一个人看 我感觉这是一件挺爽的事情 是是是是是是 哎呀你离开网你还生活不了了是吧兄弟 那倒也不是 他平常出门吗 他不出门啊 他就是待在家里面 现在倒是不出门也能活着 反正有人送东西什么的 送吃啊送喝啊是吧 有一次出差 半个月家里面也养了一个小狗嘛 我本来想的是说 他能带着小狗下去溜溜 正好他也能下去走走散散步 我是这样想的 走的时候跟他说的好好的 也答应我了 半个月之后我回来 还没进门就看见那 外卖和那堆的都到我腰了 那一看就是没出过门 就每天就是订个外卖吃 进到家里看到他在客厅里面坐着 又在抱着他的电脑 我问他小狗呢 他说小狗他在溜小狗 我就看着人在这坐着 怎么溜狗 我都没看见小狗啊 他说在阳台溜着呢 我到阳台一看 他买了一台新跑步机锅放在阳台 把小狗锅拽跑步机让在那跑 哎呀你真是厉害呀 哎呀呀呀 为啥呀 主要是他那个小狗还那么小 下去的话我带他去溜 要是赶上风寒什么东西 他回来他又要说我 然后我呢我就想 我单门给他买个跑步机 跑速呢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窗户一开 同样也是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运动 溜狗主要是让他拉臭吧 那他那狗狗的臭臭怎么解决啊 在家里他有固定地点 你说谁家小狗能能在跑步机上去跑步 他就能干出来这事 哎呀行行行 你们家那狗的待遇挺好的 好贵的啊 他自己宅在家里吗 他也不不太喜欢让我出去 他就是想最好的就是我能跟他一样待在家里面 然后也不要出去跟朋友聚会什么的 我出去跟朋友出去玩呀 聚会回来之后他都不高兴 哦 你有朋友吗 现实生活里 基本上没有 那你不孤单吗 因为我每天就是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不需要出去 你什么工作不需要出去啊 因为他是在上大学期间就是说是自己做模特 然后毕业之后呢 我就想他接活动 一个女孩接活动 还好受人欺负 我呢就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 做他的也算是一种经纪人吧 然后帮他接活动 这样的话他只要就是说带个模特出个人就可以了 那你陪他吗经纪人 我不陪他 哦 你只负责给他介绍工作是吧 对 然后你就要在家里 对我在家里就是说谈另外的 那你不要下楼走一走吗 我就是下楼的话最多也就是下楼去买个外卖 只拿外卖 对 不是这外面到底有什么你不敢出去呢 主要是一种习惯吧 不是什么习 哎呀 那他给你接的活多吗 天天这样 应该活特别多吧 按他的说法 反正从他接手之后我的活就越来越少 你不天天都在接活 怎么就活越来越少啊 因为他每天接完活动 然后就和他那些朋友出去玩 一玩都是玩得很晚 他要是去的话接活动认识到朋友越多 他在家里时间就越短 那你现在在网上干嘛呢 我把他的活动转给其他的摩擦 哦 你的意思让他也回家是吧 对我就是想 最好你们俩都待在家里 对 哎你为什么不出门你告诉我 你是害怕出来吗 不是害怕出来 那你那你为什么呢 就是不想出去 是一种习惯 他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受不了了 我没办法跟他再继续走下去 他已经影响了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确实是这个好像听起来是不老正常的哈 老师你们看这个怎么办吧 我就不太理解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白老师 这你应该理解 心理老师嘛 对吧 说实话我真的理解 而且我特别理解 哦 但是我要先问几个问题啊 听一小伙子 刚才你们家一会儿一投影仪吧 一会儿一个跑步机吧 等等就这些是你的钱还是你的钱 我的 好 你虽然不下楼 虽然没有朋友 但是你会感觉到很痛苦 孤单寂寞 很无助迷茫 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我没有 你的生活的这种状态 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 我把它当成一种习惯了 不 你的这种生活习惯 让你感觉是舒适的还是不舒适的 就你这么活着 你舒服不舒服 我感觉舒服 你活的其实更像一种后现代的生活状态 打破了所有的规矩 打破了所有的设定 一切都以自己的感受作为第一 感受以自己的状态作为第一状态 但有一个问题 你要注意 就是你愿意这样 没有任何人去干涉 你可以 因为你快乐 但是她在你的生活状态当中 她不快乐 你可以找一个 也愿意去极简主义生活的 后现代主义生活的 这样一个女孩子 她能够享受你的快乐 而不是说要改变一个 并不属于你世界的人 进入到你的世界 谁也没有权利 去为了自己的幸福 去改变另外一个人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男生 你在这个台上不止一次地说了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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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少听了三到五次 对吧 纪录是可以在家里面 待上大概两个星期 但即便是如此 我依然喜欢自驾游 去一些人少的地方 我认为这个男生生上的问题 是三个方面的综合体 第一点就是懒 他口口声声用习惯来演示这一切 但其实你不可否认的是你是懒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已经病了 或者他要送蛋挞之类的 你即便不爱出门 但只要你愿意出去 你是可以下去的 这一点证明你就是懒 第二点是理性泛滥 现在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科技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便认为自己可以足不出户 可以规划很多事情 男人认为很多事情 很多环节可以控制 但是感情不能控制 你千算万算 你算不准感情 比如说你认为蛋挞 只要送了他就开心了 但他要的并不是这个 所以女人的那点心思 不是男人的想法可以控制 然后还有第三 就是社交恐惧症 这是很显然的 你说你没朋友 我可以承认一个人 会有很少的朋友 但一个人一个朋友都没有 一定是不正常的 因为人总是有表达的需求 更何况 其实你跟他的交流也很少 不要让自己的一些 人本能的东西去退化 到最后变得不像一个人 只是会敲键盘 整合资源的一个机器人 和几个朋友 喝点小酒聊聊天 你没有去尝试过 或者你没有去突破过 你就不知道那种生活方式 会比你这种生活方式 更舒服 其实爱情的命题 是互动关系的命题 爱不爱它 爱它 你要为它改变 爱不爱它 爱它 你要接受一些 它的你不能接受的东西 尺度和分寸 你们自己掌握 好吗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亲爱的 我刚才听了老师的这个意见 我知道有些地方 我可能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老师说我懒是的 我的确 可能这个你说的宅 就是我的一种懒 我会改变我自己 我希望你能给我时间 让我慢慢地去改变 这么 十一倍十 一倍十 台湾马上回来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